来看立委选战依旧相当的激烈 而在中正万华选区 民进党立委参选人 吴佩逸请保基层 吴岛级立法委员林长佐也现身立体 而提到的对手 台北市议员刘耀仁呛 他们也有说法 台湾加油 加油台湾加油 谢谢感谢 一大早站在万华西原路口卖力败票 民进党立委参选人吴佩逸 力拼拿下中正万华选区这一席 选区现任立委林长佐同框立挺判能顺利接棒 近距离和选民拔干警 一旁台北市议员刘耀仁 虽然先前争取提名失败 还是全力支持吴佩逸展现团结气氛 面对对手更不客气开酸 国民党立委参选人钟小平 一旁林长佐听了都忍不住嘴角上扬 每天那么努力认真的吴佩逸 一定会打败 常常上酒店的钟小平 我们是领先者 只有领先者才会被打 对我的任何毁谤 不管刘耀仁不管吴佩逸 讲一次告一次 讲两次告一双 就这么简单 我一定提告 钟小平气得喊告吴佩逸也不轻敌 分析受到蓝白和卡关影响 让国民党可能操作弃保成功 从侯友宜然后到国民党基层 都一直在操作国民党的这一种危机感 求地方的支持者要喊泪投票 其实国民党在中正文化去基层的实力 还是很坚强 感觉出来最后还是会回归 然后整合来支持钟小平 双方拟来我往不将无党籍立委参选人 余美仁放在眼里 钟小平稳固地方基本盘 无配一打证件牌 争取各年龄层选票 余美仁则又身为艺人 的高知名度 中正万华三角都竞争激烈 谁也不敢松懈 记者吴泉军林汉庭台北 相网报道